这是一段日本八级拳高手展示的实战技法 无论是靠打还是顶心肘 动作刚萌脆裂一气呵成 顿结寸拿硬打硬开 这说明日本人以身的八级拳的精髓 而日本八级拳法研究会的一段功力练习 更是让我大吃一惊后背发凉 我们的好东西可能真的被人学去了 不信的话看看这些招式 一是揉手 手腕相搭斩臂推出 二是驴手 用手相互扣握对方手腕 三是揉腿 扣脚马步站立 相互扭转发力 四是三靠臂 相互磕撞对方手臂 可以定步也可以活步 五是贴山靠 这个招式很常见 视频里的是后靠 主要是撞击侧背 还有一种练法是前靠也叫熊靠 别看练武的是女孩 狠下苦功尽力浑厚 仔细听声音 撞击时发出哼寒耳气 六是向锤 一手格挡另一手斜击 七是降龙 这是一个实战很猛的招式 八是斜跨 爆发力强 九是六肘头 是一种短小精悍的对联套路 由六种拳法和六种轴法 一共一方相互配合而成 动作游慢变快 打出力量和气势 招式行云流水 第十是八级拳对打 两人对练舒展大方 阿力刚猛大开大合 人家的八级拳确实专业 背后一定是高人指点 以为你可能是一种感触的 水火 小的眼神 感谢观看